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跟您分享Tailwind的视频 今天是第十期 不过在给您分享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做出我们自己的卡片 CAD 为什么要做咱们自己的卡片 是因为咱们在网页内容布局的时候 卡片样式是咱们最常用的样式 对不对 虽然说我们不能说之一 但是是最常用的样式 所以说今天咱们就学习一下 如何制作一张自己的卡片 好不好 咱们马上开始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活用Tailwind的CSS 做出我们自己的卡片布局 大家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什么 这个地方是Booters Trap竞争对手 Booters Trap的卡片样式 咱们访问一下 当时我给您做Booters Trap课件的时候 我也重点说过这个卡片样式 它是怎么说呢 非常常用的样式 咱们看一下在哪呢 大家请看 这不就是卡片样式吗 有个标题 然后有一些个图片 有文字描述 然后有一些个按下的按钮 对吧 这是标准的Booters Trap的卡片样式 咱们也能够实现类似的效果 该怎么做 是今天咱们的主题 咱们马上开始 好 那咱们开始之前 大家请看 我今天的主题 是需要用到一张图片 对不对 那么我提前给您准备好了一张图片 咱们看一下 在什么地方 就在static文件夹下 有一个叫做JTA女孩的图片 咱们把它打开 大家请看 这是一张JTA女孩的图片 今天咱们就要用这张图片 做上咱们的卡片 该怎么做 咱们试上一试 好 那咱们马上开始 首先咱们先拷贝上 我的主布局代码 其实很简单 咱们试试 是这样 Tailwind没有给咱们提供 像Bootershop这样式的空间 比如说卡片 按钮 什么 要下拉框 对吧 但是咱们可以组合 它内部给咱们提供的CSI样式 完成这些功能 对吧 应该说Tailwind的比Bootershop更加的底层 好不好 可以这么理解 好 咱们试试 我把屏幕缩小一点 然后咱们拷贝上咱们主体布局 然后 我先拷贝上咱们准备的原代码 代码原是个什么样子 大家请看 这个是原代码内容 一张图片 然后一个标题 下面是一段文字的描述 对吧 它并没有卡片效果 那么咱们一点一点的增加样式 让它出现卡片的效果 该怎么做 咱们试一试 好 卡片设计 卡片设计 好 然后把上面这个内容拷贝过来 好 咱们一点点加样式 看看能不能实现 比如说 咱们先加一个 整体的卡片样式 什么叫整体的卡片样式 也就是说 背景色 设成白色 然后加上一个圆角 然后加上一个隐藏流动式的覆盖 然后再加上阴影 先看这个 存盘 大家请看 在右边 咱们新建了一个卡片 对吧 默认 我把背景设成白色 同时加上一点小圆角 这还不算完 咱们往下做 然后咱们这些女孩的位置 咱们做一个padding 是吧 为什么做padding 因为你看 这个这些女孩的标题 和这个Body的文字 紧贴着这个边框 这不好看 所以说 咱们在这地方 加上一个 边白 好不好 P2 看效果 大家请看 这样看来就更像一张卡片了 对不对 OK 咱们再加点花 比如说 标题的部分 咱们给它加上一个粗 同时字号 咱们设的大一点 咱们看效果 好 注意看 title部分 是不是 先看它像小标题了 是吧 OK 然后文本的部分 咱们给上一个灰色 同时字体 让它小一点 再看 小一点了 而且 为什么文本部分字体 要稍微的浅一点 是因为突出标题部分 对不对 OK 按理说 这卡片就设计完了 但是 咱们再加点其他那种 比如说 咱们再加上一个发卖日 是吧 比如说 咱们再加下半字段 因为卡片 有的时候 可能需要一个卡片脚 做一些个备注描述 对吧 咱们加一加这个 试一试 存盘 注意看右边 大家请看 出来一个发卖日 而且它是右对齐 这样 大家请看 看起来更像是一张卡片了 对不对 那么咱们在网页上 比如说 发卖一些商品 上面是商品的图片 这是商品的名称 下面是商品的描述 以及商品的价格 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的好呢 对 这看起来也是非常好的 显示效果 有种冲击感的效果 对不对 OK 我认为这是非常常用的功能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好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 咱们做卡片的方法 希望您能够掌握 很有意思 而且也是比较的实用美观 推荐给大家 然后我今天的代码 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 您就访问一下吧 OK 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 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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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一些